各位早晨 早晨 23 星期日 反而如此 香港仍在算術级数上 韩国突然爆几何级 每天一百单 我们自己继续小心 尽人词听天命 尽人词有些事情 各家各派都在做 早当时我赚了智峰 帮到十万个口罩 再买到百多万个 赚完他之后 工联会准备生产口罩 我是否应该赚了他 凡是做新评论QR 你不要那头立场有 那头赚那头罵 当然工联会 我作为中共的代理人 我一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印象 好的态度 有些事情要客观地说实事求是 我没理由赚完智峰就罵我 工联会搞这些东西 不过这些东西 转型都很重要 我只是觉得 你做工会 做工会联合会 就变成了搞国企 是国企来的 因为他搞这些东西 就要政府给钱 不过这些东西 就是想想想整个设定 是否一件很怪的事 那怎么来的呢 政府本来就向财务 申请了三百亿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要防疫 现在已经建议 拨十五亿 就是月产两百万个口罩 一个月生产两百万个 预期一年 那是杯水车 新香港七百亿万人 只要有一半人说 我要一个口罩 那就没有一半人 四分一人要上班 假设呢 都已经说是 百几两百万个口罩一天 一天 现在月产两百万个政府资助 咨询文件 给立法会那个 假设要三元成本 三元成本 现在给工联会 好像问他拿钱 十亿八亿 都要两元 就是一个 采购价 这个肯定就是官价 官家补贴 补贴 完全违反自由经济 这个原则 自由经济的原则 你说时吉马行田 现在打到你了 这个防疫 其实側面反应 可能这个疫情 可能是很严重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有些长远打算 口罩是 无法自己靠 靠外围采购 依照自己制造生产 我们有一个背景就想 问题就是 这个工联会搞这件事 究竟大陆述议到不到位呢 随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问题就很多 其他的问题 引伸出的问题就很多 只能够唯一赞他 都很转型 想事情都可以 亦都知道 亦都知道 亦都明白 民主派 其实我不是很欣赏 去搬一些口罩 一人搬一两个 你搬来搬去 其实都是不够的 都是不够 做这些卖新闻 讨好 讨好 很积极 现在人家做 嘩 直接不止套好了 我一早做什么 不如政府给钱 政府给钱 你要抹黑 不要说抹黑 你有利益 你政党套好选民 你的利益 政府给钱你 你去套好选民 做这些事情 那你不是法国难採 这些就引伸出来 政府是不是 只是给民眷联呢 政府当然不认 不认 就说你民主派 其他党 其他机构搞到 你就申请 他预了筆钱 合理就给你 批给你 如果民眷联说 我做十万个 月产十万个 十万个 一天只有 一万个都没有 只有几千个 又是卖新闻多 做到什么 很努力在那製造这些 就是 我们爱民药子 很关心 但是 没有想过 其实其他问题 就很麻烦 其实很麻烦 没什么好处的 你问我 就是并不高明 当然我都不 不评论他高明不高明 就是我不期望他高明 因为共产党代理人 大约都是一样 但是你问题 工联会不高明的地方 是什么呢 第一是在亏 这些做法 是很老土的 到时那笔钱就没有了 而牛眼眼被人盯着 那笔钱怎么用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 其实呢 就是陈淑江质疑政府 就说 承教署做一毫三先 成本 这个就不对的 就是这样的 有些偷换了这个idea 就是因为 承教署不用成本的 工厂啊 厂房啊 跟着人工是超便宜的 所以他的成本当然低了 只是买料而已 买料 买料 和盯着那么多人工而已 那些料呢 就全世界一样了 现在工联会也是颁到那些料 那怎么来呢 就不知道了 那其实呢 不单是口罩 全世界生产出问题的 原料都抢了去的 一样的 原料都要再做 那这样 那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生产的问题的 我觉得 因为呢 如果你说 不是全世界一起抢呢 就算全世界一起抢 那现在不是一个个这样做的 用机器大量制造 其实我们买口罩呢 就是 不是这轮没得卖的 恐慌呢 多少钱呢 现在买口罩呢 以前是38元50个 即是7毫半至1个 那当你40元吧 来货少了 收够40元50元 那你都是说8毫1元一个 在市场买 它有一半到四分一利润的了 所以其实它是 它是 就是 成本你 你假设就是1元 就是最多 如果我们现在民间去做 但现在民间去做呢 公立会呢 搞出2元 他就不能够收钱卖了 所以他只能够派 派呢 就只能够叫政府给钱 你说 我说他 就是如果他高明一点 就叫那些国企 就是香港那些 红色资本家 捐钱给你 你去做 那就会好些 你叫政府给钱 然后政府给钱 你去讨好选民 那你自己就用政府钱 那你只是官商一家 那你政党就变成民企了 不是民企 不是民企 是官企 官进民退 这些东西走出来 这些问题呢 还有你是不是利益宣送呢 那当然是 事实上都难以避免的延命 你的利益就是你的民望 就是你以为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如果政府迫着 到时民主派要申请 价低借得 因为政府没理由 说给两元三元 假设三元两元 贵了成倍的 给市场 喂 如果说 民主党申请工联会申请 工联会两元 民主党一个半 那你要给民主党了 那个tender要给民主党了 生产一批之后 那就到民主党了 然后呢 外面有商人说 什么呀 一元就行了 一元就行了 挺好的 他赚钱 赚到你很多 那你就要给他了 如果外面有这样的情况 一般商人一定比你那些政党了 而且你政党成沙两元过 你就只能够派了 因为你不可以卖 一卖的时候 你就会打 输给那些商人去生产 民间生产的商业行为 你一想到这些这样的话 那问题就很多 还有我说政治了 政党是不可以接受外国政府 捐助的 共产党捐助你又不对 你知道啊 资峰那些钱怎么来 又可以被人质疑 你为什么有钱 可以这么大笔钱 可以弄这么多口罩 跟着美国给钱 那如果你说 香港政府给都可以的 那你民主派那些 或者中国政府给都可以的 那我就管了 这样 串出很多问题了 我们的制度好不好 一件事做了这么久 有规有矩 是吧 就是回归以来 那回归以来 就是那些红色商人 赞助这个 就是亲中政党 那都是不言而语 那都是有个规矩 不会政府撥钱给他 就是中央没有撥钱给他 叫那些商人赞助他 那些东西 是吧 但是问题就 现在就更加怪了 就直接是政府撥钱 他做民生的东西 给他得到一个利益 是吧 政治的利益 是不是正如你有问题 香港人怎么想呢 一般人 明了这件事之后 喂 你负责派 你派遲点 骂你 跟着你说 我怨无 你怨无政府给钱的 那是你的 没什么好处的 搞完这些东西 证明了 就没什么章法 现在共产党那些代理人 公联会 民建联 就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 那个政治场 被人打压 就是压了下去 就是很明显 9月怎么办呢 是吧 骂韦宁 骂韦宁 骂韦宁都告诉你 很危险 选举 现在口罩救党 是不是 搞完这些东西 整件事 其实挺滑稽的 挺滑稽的 我都不会看得那么紧张 那你民民主党 试试做吧 我也不建议的 我也不建议的 因为你 虽然的 就是迟早 遲些 大量生产 就是 就是 民间生产 或者其他全世界 就是很小事 就是做 还有就是 如果你说民间要做事 我始终觉得 你是自己的车口罩 做一下这些事情 因为人人都有医车的 你作为一种文化 或者一种自食其力 或者一种民间 要有些自己准备的一种做法 或者有些环保 这样 现在流行的 那些价值反而是无盈的 做一下这些事情 就是协助他开工作坊 自己的车口罩 是吧 那是差点原料而已 口罩不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 我都做到 我不信我做不到 找些针亂 亂一下就亂了出来 是吧 不会差得去哪里 如果有那些材料 没有那些材料都不重要 是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是挡一挡的 还有一个心理 安慰 还有一个小小卫生进步 那些 口罩不是什么大件事 忽然间 口罩正 就是变成一种政治学 口罩政治学 啊 于是乎又要找学者去研究 又要花很多经费去研究 这件事 整件事就要够够够 咪 你 咪 咪